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明兒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逸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兩件事都是關於美國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有一個崇洋甚至乎是崇美的中國人 說明深圳人 原來至少立志已經想移民美國 因為受到很多不同的影響 美國電影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看電影看得多 覺得美國很好 之後現在移民了過去 沒多久 一年都不夠 現在哭訴 後悔 很想回回中國 所以有時候 想像外國的美好 是不是真的 那麼美好的呢 這個值得我們反思一下 待會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第二件事就是美國沒有銀用 大家都知道 他現在是欠債欠道 歷史以來最多 欠很多人的錢 現在想打造一個 樸金的一元街 一個銀頂 當作三十兆億來還債 到底合作還是不合作呢 稍後會跟大家一起說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贊好 留言 訂閱 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日前美國加州的蒙特利市 發生了一些很得人驚的意外 就是有一個 人士 衝進去 拿兩排子彈 然後亂槍掃射 死了10個人 這件事裏面當然 死亡的數字可能會增加 也不奇怪 還不知道的 這件事引發起很多 反思 之前文傑也 拍過影片 說過 美國那些 煽動仇華的情緒 美國那些槍枝的恐怖之處等等 這件事也是震懾了 是離開了中國 甚至乎是移民到美國 的一些 中國人 他們在這麽喜喜歡騰的日子裏面 竟然看到這些悲哀 其中 有一個移民到美國當地 四個月 的一個 中國女子 她說 她感到不安全 她現在 很想回回 我們的中國 蒙地利市就位於 洛杉磯的東部 那裏有6萬人口 有65% 都是亞裔 而當中大部分都是來自 中國 蒙地利市 那裏有超過一半的人口 都是中國人 一直都被譽為 全美國裏面 是最和平的城市之一 那裏普遍比較 有錢 所以 不用為口奔馳 和平 而這次 這次的意外 打破了當地 這麽多年以來的和諧的氣氛 甚至乎有些人說 因此而改變了 對美國的觀念 對美國的觀感 其實 對美國的觀感 有很多人 從外媒的報導 一些 洋鬼之的電影等等 去建立而來 但其實 去過外國的地方 大家就會知道 其實外國 是不是真的 人家所說 或者是自己所見的 那麽好或者不好 外國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其實未必是 要親自去到 要生活 見識一段時間 才會知道 那個地方 是很好 還是不好 有一個 50歲的 中國 婦女 他報稱是退休的數學老師 他說他 自小的夢想 目標 就是從中國 移居到美國 因為外媒一直都在 算掩 中國不好 等等 甚至乎 有些在中國 中國的漢奸 或者有些在中國 崇洋媚愛的人 一直都在說 外國有多好 中國有多不好 這樣那樣 當然這不是事實 事實是他們 連國都未出過 把外國 漂亮國 想像得很漂亮 但其實 一點都不是 他終於 在四個月之前 因為他自小夢想是 移居美國 終於夢想成真 從深圳 移居到去 夢到歷史那裡生活 他槍擊案之後 接受路透社的訪問 他說 他以往 一直都覺得 美國是世界上 最好的國家 但現在他感到 非常傷心 他說 他 他不想再留在美國一天 他覺得 美國整個地方都是不安全的 他很想回回 我們的 中國 意思是 美國全人都可以拿槍 那麼多槍枝在街上遊走 真是安全 走一走也不安全 所以 其實 我真是不知道 我真是不知道 那些人覺得 美國安全是為甚麼 他概念到底是從哪裏來呢 我自己都很想知道 覺得美國美好 那個概念是從哪裏來呢 我都真的很想知道 在哪裏得出這些知識和資訊 我都很想知道 究竟他們為何會有這些 崇洋的想法 其實我們真的真的要 了解多一點 其他受訪者對於 今次的槍擊案件都感觸良多 我自己也是 那些叫做美國警察 找了那麼久都找不到 兇手 好了 知道兇手是誰之後 原來兇手已經自殺了 自殺了之後出動那些甚麼 裝甲車去 說可以防禦槍彈的 去找兇手 兇手自殺了 那你還用出那麼強力的東西去找兇手做甚麼 沒有 資訊不是那麼流通 他們未收到封 所以時間性就錯了 OK 有一個14歲的當地人士 亦都說 都是華人 是華人 移居住的 可能是華二代 他就說 所有人都很悲傷 原本 很興奮地 慶祝我們中國的農曆新年 但是現在就要為受害者 要和他祈禱等等 他的父親就說 現在很想這件事 快點結束 但是說真的 這群人 在未來的新年 可能也會有這些 想法和印象 未來的新年 可能也會覺得 不是那麼平安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自己覺得 漂亮國的東西 真的信不過 然後我們看看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有些報導 美國政府有意欲 弄一個 一粒硬幣 用撲金做 然後 放在美國 抵銷 30億 存款和黃金 然後 不斷印美金出來 嘩 厲害 這樣的事 這樣的事 都被引得到 但這件事 其實不只是用過一次 以前已經用過了 其實 美國 是外強 中官的 刺的 它裡面的東西 其實 我聽過很多個 重量級 的財金人員 說過 有幾重量級 任志剛的份量 我聽有幾個 那麼有份量的財金人員都說過 如果美國不是美國 他現在的債務情況 或者他的經濟情況 換到第二個國家 那個國家 一早已經破產 整個國家一早被人斬件 分了餅 現在是因為美國 有武力 美國握著全球很多不同的命脈 所以 他這樣的經濟狀況才可以繼續生存 而美國 19日的時候觸及到他們國會設定的 31.4兆億美元的債務上限 所以令到他們停止再發債 迫使到他們財政部 採取一些非常虧的措施 等政府去支付帳單 找數俗稱 美國的財政部部長耶倫 他就說 如果拜登政府 試圖 製造一個 價值 一兆億美元 百金 即是那些薄金的硬幣 以免違反上限的話 其實他們美國聯儲局 或者美國聯儲的 機構 或者 規定也好 美國聯儲系統 是不會接受的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拜登政府裏面 有部份官員 和國會民主黨裏面 一起討論一下 怎樣才能解決債務上限 可能的方式 在可能發生債務違約的情況下 美國的財政部 可以利用一些 操持 隱悔的法律 例如 授權 授權 去鋪 鋪金的硬幣 根據這一項的 以議的計劃 美國財政部 很大機會 會 鋪造 一粒 價值 一兆美元的硬幣 然後 把這一粒 一元銀 這樣的東西 放入聯儲局 然後 就用這一筆錢 來支付政府 的帳單 應該找的數 就這樣 拍了在這裏 一兆億的黃金 就放在這裏 那怎樣 印美金 買債回來 再重新再發掘一次 以前這一招 用過的 而這個計劃 等於繞過國會 去解決 債務上限的問題 而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也說 他覺得 絕對不能夠假定 美國聯儲局會這樣做 或者美國聯儲局會接受這做法 特別是遇到這種 華而不實的想法的時候 他強調 美國聯儲局是沒有必要接受 這些計劃的 美國聯儲局也 沒有面對過相關的要求 做什麼 通通都要由美國聯儲局那邊 那些制度的人士去自主決定 美國聯儲局 一些發言人對這件事是不與自平的 但是 耶倫其實是做過美國聯儲局 首長 所以其實耶倫是知道整個美國聯儲局 的操作和運作 但其實美國如果真是夠僵 弄一元銀 然後代表這是一兆億美元的價值 再印一兆億美元出來 那 美金 是很大機會 會爆佈 美元很大機會會貶值 令到全球的經濟 會被他 破壞 都不出奇 這個 一元的 撲金 等同於什麼呢 等同於虛擬的貨幣 你自己在銀行裏 打多幾個零 然後按出來就當是 這個等於虛擬的貨幣 你說他 值這個價錢 他是不是 真的就是值這個價錢 其實 這樣也行嗎 所以那件事就是虛擬 對不對 他那件事突然失去 但美國 現在就是這樣 打算弄一個一元銀 就等於 一兆億美元 可能弄多三十個出來 30兆億就可以沒事了 就 不用債務違約了 直接沒有債務 財務自由 真的可以嗎 所以其實 有很多財金界 很厲害的猛人 已經紛紛說 美國這個美元地位 很快會不報 如果他真的這樣做 他會更加之快不報 甚至乎 已經多次很多人已經說了 美國如果不是美國 他以他的經濟狀況 一早破產 一早被其他國家打了 一早可能是已經滅了國 可能被人瓜分了 他們的土地 他們的資源 當然 他有核武 還有他有很多核武 他現在依然是掌握著 全球很多不同的國家的生死命脈 所以暫時 幸好美國還是美國 否則的話 他應該 一早整個國家破產 但是 但是 他們現在 有債務違約風險的時間 他們會怎樣處理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美國 接下來會引起全球的經濟動盪 我想應該會是一個事實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文傑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留言訂閱文傑新時內頻道 記得把鈴鐺選了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